各位听众你好 欢迎收看香港新闻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香港的最新消息 香港地产界近期频频受到关注 特首林正月儿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表示 香港进入新布局或是新时代 也就是官商合作建设 而并非每次都以地产霸权跟官商勾结来抹黑 分析指出林正宣布将在新界建设北部都会区之后 预计在新界拥有大量土地储备的大型房地企业开发商将会从中获利 根据立场新闻 林正上个月初发表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 计划在新界北部设立总面积达到3万公顷的都会区 被追问多次预期整体造价 不过依旧拒绝提供任何确切数据 北部都会区整个计划涉及收回私人鱼塘 兴建大量公营房屋以及多条铁路 同时也会一并将香港跟深圳打造成双城三圈 林正月儿接受香港经济日报专访的时候表示 旧区重建将成为私楼供应较快的渠道 港府将会扮演促进者的角色从两个方面做起 一个是放松长拍门槛 第二个是转移地基比 长拍方面 林正月儿表示距离11年前放松宽楼长拍门槛时 亦租的重建项目大多已经完成 现在要进入更困难的旧楼地盘 不过旧楼剩余地基比有限 收购价格越来越贵 政府要在加快在收购时间上面协调开发商 因此涉及重建以及利息成本 不应该被一两个钉子库阻碍土地发展 据了解也在施政报告公布之后 林正还约见了香港地产建设商会 而主要的开发商们之间都有出席 林正在专访之中表示 他向开发商们借报 介绍了报告之中的政策 因此不少举措都需要跟发展商们配合跟支持 他更形容会面的气氛非常和谐开心 他还透露土地共享计划 目前已经接获四到五个申请 较早先公布的三例还要更多 英国金融时报分析 香港大亨们曾经影响力极大 被视为这座亚洲金融中心的影子治理者 不过近期却不断传出北京有意削弱他们的势力 但是针对林正提出的北部都会区的计划 交引国际中国房地产分析师谢其聪表示 这项政策可能会使得地产大亨们受益 北部都会区可能需要15到20年的时间才能建成 他表示在此同时 由于可供应的土地数量较低 因此预计房价将会上涨 不过金融时报也提到 这些大亨们需要小心行事 因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 近期发现了一项被称为共同富裕的行动 来应对社会不公平的问题 打击垄断行为 香港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表示 在香港也应该严肃对抗共同富裕的问题 不管他们财力有多雄厚 北京方面都希望可以限制他们的政治影响力 香港一位顶级流行病学家表示 如果六个月之内无新增病例 依旧不足以实现当局 渴望跟中国内地恢复通关 香港应该重新向世界其他地区开放 法国巴林行也认为 香港恒生指数中短期 将会受到香港重新开放 中共会议等多个因素的提振 不过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重申 正在跟中国内地商议通关事宜 纵横媒体报导 香港正在跟中国内地官员就恢复通关仪式 展开最后阶段的协商 而当局讨论的集中在香港 是否可以采用内地式的健康码系统 把人群依照红黄绿来分码 林郑月娥表示通关出席会设置配额 会考虑不同族群之间的需要程度 再建立优先顺序 相信出席会以广东省为先行 不过肯定不会一开始便开放全部口岸 应该会先开放跟香港接壤的口岸 例如深圳路口的口岸 珠海的港珠澳大桥弹 目前还在商议之中 林郑表示可以免建议通关进入内地 必须符合许多条件 包括已经接种两剂新冠疫苗 持有48或72小时之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同时需要带上安心出行的记录 通关之后也要接受中国内地的健康码系统 让系统可以监管有关人事的行踪 但是他强调相关条件是自愿的性质 如果要免建议到内地就必须符合要求 否则不用 不过香港大学流行病学教授高本恩表示 香港必须力争尽快恢复跟内地通关 如果没有方法简单的方式可以做到这一点 那么香港就应该重新考虑向世界其他地区开放 他补充表示香港应该仿效之前一些 试图清理的国家 从追求消灭病毒转向放松限制跟开放边境 只有这样香港才不会在地区之内落后 而法国巴黎银行也认为 香港恒生指数中断期将会受到包含香港重新开放 中共会议等多个因素的提振 彭博社日前报导 知情人士表示中国政府拥有的紫金文化集团 有意与阿里巴巴集团达成收购协议 收购香港最具影响力的英文报纸南华早报 消息移除之后引发各界人士的关注 不过阿里巴巴联合创始人蔡崇信 透过内部邮件表示 集团没有出售南华早报的计划 纵海媒体报导 根据路透社取得报社内部的信件 南华早报首席执行官刘可略 在邮件中表示 阿里巴巴联合创始人蔡崇信 让他传递一个讯息 那就是目前报社没有打算更动经营权 信中表示 从来没有讨论过关于出售南华早报的计划 阿里巴巴也没有异动计划 任何目前关于南华早报将出售的传言猜测 都是没有根据的 上个礼拜五 彭博士一述知情人士表示 类属于中国财政部的文化洋气紫禁文化集团 以及其他具有中国政府背景的其他实体 可能正在考虑向南华早报提出收购计划 不过该报导也补充表示 相关交易不一定可以达成 紫禁文化集团是中国设立的文化洋气 直属香港联合出版集团 高层官员们都是来自于中共党务系统 最近香港在香港除了掌握三年商务跟中华书局 今年4月还收购了凤凰卫视 如果成功收购南华早报 只会让外界对北京前日香港媒体的印象更加深刻 也就是一位北京对马云旗下集团的进一步线缩 创立于1903年的南华早报 已经有118年的历史 是香港销售量最高的英语报纸 阿里巴巴在2015年收购了南华早报集团 在当时就引起很大的争议 被认为是一起政治高度敏感的收购案件 使得很多人担心这份南华早报 是否会采取亲中立场 以及受载新闻自由的空间 华尔街日报在今年3月引述消息人士指出 中国政府要求阿里巴巴出售旗下媒体业务 原因是北京担心科技巨头阿里巴巴 有左右中国国内舆论的能力 随后彭博士引述知情人士表示 中国政府要求阿里巴巴出售 包含南华早报在内的部分媒体资产 知情人士说北京早在去年的几次会议之中 就当阿里巴巴参加媒体表示疑虑 一些报道也将这个动作 跟中国发改委此前的公告相联系 发改委先前公告之中提到 非公有资本不得从事新闻采编传播的业务 不得投资设立跟经营新闻机构 在经历过去两年的反送中运动 跟一连串社会事件之后 有调查显示 大概有西城的受访青年 对香港警察跟法治的信心有所减落 另外有超过四成受访者认为 市民失去对法治的信心是维系法治的最大挑战 增横媒体报导 香港中审法院上个月初开庭处理上环暴动案件 被告汤伟雄 以及望角骚乱案件之中被告卢建民的中审上诉 卢建民先前被裁定参与望角骚动案件 暴动罪成立被判求七年 他争议非法集结以及暴动罪是否包含共同目的等原则 中院认为陪审团有充分证据之下 在没有合理疑点之下 裁定卢建民罪名成立 不会起上诉 而另一名上诉人士汤伟雄 他先前被裁定暴动罪不成立 不过律政司就法律观点提起上诉 高等法院上诉庭裁定 不管被告是否在场 共同犯罪计划原则 同样适用于暴动以及非法集结罪 香港中审法院本月4号裁定 普通法之下的共同犯罪原则 不适用于非法集结罪跟暴动罪 不在现场的参与者不能将其视为主犯 香港社会对于共同犯罪原则的讨论 也反映了香港部分青年对香港法治的不信任度 香港青年协会设立的青年创年库 在9月中旬实地访问的529位 15到34岁的香港青年 盗查结果发现 71%受访青年表示 他们对于香港法治的信心 低于2019年反送中运动发生之前 如果部门排列的话 信心减弱最多的 依次是警察的79.4% 绿州部门的59.0% 以及法官的48.6% 只有18.3%的人们表示 他们相信法庭审判是公平的 19.1%的人表示他们不相信 大概62.4%的人表示他们不确定 面对大部分青年对法治信心减弱 受访者认为香港维系法治最大的挑战 依次是市民对法治失去信心 占据42% 政府跟社会缺乏信任 占据29.5% 事实上当被问及是否愿意 同意自己信任香港特区政府时 有71.2%不同意 只有27.1%的人表示同意 而有关不信任的比例 较同一个团体在2017年公布的调查结果 增加大概8个百分点 调查也显示受访青年是法治为香港 核心价值的重要性平均分数 有7.87% 高于调查设定一般的5分 受访青年认为香港政府推动 法治教育的表现平均分数 仅为4.2分 低于5分的合格标准 受访者认为法律最重要的功能是 保障基本人权 其次意系是维护社会秩序跟实践公益 香港反其立法已经在10月生效 不过专家表示该条例会被用来惩罚那些 公布警察跟政府官员个人讯息的反对派人物 同时也会侵犯公民隐私 美国之音报道 反其立法规定 未经授权披露个人资料 包含姓名 身份证号码 电话号码 照片跟地址等 即使没有造成伤害 也就当卑视违反罪 违反法律的人可以罚款10万港币 以及判处5年监禁 该法律生效之后 当局可以在没有搜索令的情形之下 搜捕任何嫌疑人的电子设备 不过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社会科学院教授罗德明 他抨击该法案过分严厉的罚则 他在提供给美国之音的评论之中表示 这项法律假借保护人民的尊严的名义 为香港国安法的镇压举措又增加异乡武器 美国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张东升也表示 该法令是以保护隐私的名义来翻布的 不过由于吸引专员被赋予广大的权利 因此可能侵犯更多人的隐私 修订的条例也适用于香港以外的地方 给予官员向海外物联网服务提供商 发出要求其停止披露行为通知的权利 无论这种披露是否发生在香港 例如今年7月 亚洲互联网联盟就曾经表示 海外网络员工的本地员工 不应该对此披露负责 而对于大多数海外平台来说 他们在线服务是由他们在全球 或是各地区的总公司提供的 而不是他们在香港的本地子公司 BBC中文7月份就曾经举出 根据香港个人资料 私隐专员工署的资料 2019年6月到2021年6月 当局处理了5800例起点案件 里面有三成起点案件 可能涉及海外网站等因素 目前依旧无法处理 目前香港法律只能规管 未经资料使用者同意 而披露个人资料 如今相关个人资料保障 则包含资料当事人 香港资讯科技商会 荣誉会长方宝桥 BBC中文表示 新效力表明是 针对有能力移除相关内容的人士 意味国际科技公司的香港分部 没有这些权限的员工 不会受到牵连 香港互联会协会开放数据小组 召集人黄浩华 接受港媒访问的时候表示 草案并没有明确定义 哪些资料属于受规管的个人资料 也没有明确规定网络平台 可以有多少时间的移除数据 草案不清晰跟灰色的地带 有不少的地方 一旦法案通过之后 意界可能会一有怀疑 就先行移除内容 收载香港资讯自由的空间 以上是今天的香港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订阅香港台的新闻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